非常高興能夠到中央大學 共同一起來信入中大在台副校五十週年 我覺得來這邊講 在這麼大的場合作為演講其實沒有壓力 可是呢 李承代表長三個多月前 提供信給我做這個邀請 他有一些話其實是打動我 所以我講這個題目 雖然硬邦邦的 剛開始我嘗試的讓大家也有點感覺 就像他那封信對我有感覺一樣 那信的內容 他也許不希望我講 但是我今天講了他就沒辦法了 他說呢 他是中央大學有史以來第一位 非理工出身的副校長 他說就像我一樣 我是國會有史以來 第一位非理工醫出身的主任委員 其實不只是主任委員 國科會有五十幾年的歷史 五十幾年來 只有一位短暫的副主任委員 是人文社會背景的 其他五十幾年來 所有的主任委員副主任委員 全部都是理工醫的背景 無一例外 理工醫院副主任委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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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 但是我們也都知道 理工和人文 大概不是按領域這樣分 前幾天有一些立法委員 希望我去增加國會人文領域的研究經費 我不同意這樣去分 我不同意說 所謂人文受造差別待遇 所以你就要增加人文經費 我不覺得是該這樣子用領域去分的 我自己覺得每一筆研究經費 應該要按功能去分 以前不論是兩百萬或是兩億 你要能夠說服這個分配經費的人 這個兩億花下去是有道理的 這個兩百萬花下去是有道理的 就是我們說按功能去分 我想李主委一定是同意這樣子一個邏輯的 但是這樣子並沒有解決問題 因為問題就是我們每一個人對我們的背景 所以一個人文學者 你要我怎麼樣去判斷理解理工那個研究的功能 或者反過來 假設我是理工背景的 你要我怎麼判斷或者理解 一個人文經費分配 有沒有功能有沒有道理 我覺得這才是關鍵的 這是麻煩的地方 但是李臣副教掌的感受 其實是非常實在的感受 我等一下會講一些例子 讓你們了解針對有這種感覺 我們的科技基本法第二條 它說 本法適用於含人文社會科學之科學技術 所以它開通名義就把人文社會 放在科技基本法裡頭 但是人文社會在台灣的許多大學裡頭 其實是有點受到特殊待遇的 我等一下講一些例子 各位就會了解說之為何 這裡面我要分幾個層次來講 第一個層次 就是當大家說誰是理工背景 或者誰是人文背景的時候 通常是用它的博士學位 甚至是大學的專業去取分 我非常不同意 因為我們不是說中生學習嗎 我經常說我自己如果現在的知識是100的話 我有95%以上是我在大博士學位以後學的 我是有5%的知識 是在那個博士學位以前學的 所以你把我的博士學位的專業分科 去歸類我是屬於人文還是經濟還是畫工還是什麼 這是非常沒有道理的 韓國的教育科技部部長 他大學是主持有經濟的 韓國政府改組以前的資通訊產業部的部長 他大學是主持有政治的 Steve Jobs 大學沒畢業 但是你問他 他大學裡面感受最深的是哪一門課 他告訴你是書法 Cardi Fiorina 他是H&SB的總裁 他在大學你如果去查的話 他大學是雙主修 一個是哲學 一個是中世紀的歷史 但是這些人 Fiorina他做H&P的總裁 我們從來不會因為他大學學的是哲學和中世紀的歷史 就說他不能夠做H&P 這樣高科技公司的總裁 可見在國外甚至在韓國 他們從來不把大學或者博士學位的那個專業 落上一個印記 好像這個人這一輩子就總永遠出不來 如果不是這樣 他們也不會找一個政治學背景的人去做資通訊的部長 可是台灣呢 這一方面的更深蒂固的意見 就非常的強 我以前那個中華經濟研究院董事長的時候 承接了行政院生計產業發展的計畫 但是呢 就有這個政府的大官說 朱鑫英他懂生計嗎 雖然生計產業也有產業的樣子 我絕對懂產業 但他不管 他就說你懂生計嘛 可是相對來講 如果一個理工的部長 如果在負責這個生計產業的話 這位大官絕對不會問這位理工部長說 這個理工的人 這是念念機的 他懂生計嘛 所以我好像覺得 有一個鴻溝 好像有一些事情是 人文社會學者不容易懂的 吳大游先生 以前中研院院的院長 有一次這個 中研院時與所必 一位同仁寫了一篇科學史的文章 他就把這位同仁叫到辦公室 然後就說 反正有一些對話我審對 他說 你們人文學者寫的東西 我都看得懂 我們理工學者寫的東西 你們都看得懂 所以這個話裡頭 這個 有相當的沙文主義 這已經非常明顯 沒辦法再解釋了 其實不止如此 我在二零零幾年的時候 寫了一本書 叫做經濟學的事業 寫完以後 我就請某理工大老院時 幫我寫個序 他說我忙著要寫 你就自己寫好了 我就自己幫他 draft一個序 其中有一句是這樣的 我說其實經濟學是研究資源的分配 所以經濟學如果念得好的話 他在很多的方面都能夠有所涉獵 比如說那個時候 芝加哥大學校長 是Hugo Somersham Somersham是經濟學家 哈佛大學的校長是 Larry Somers Somers是經濟學家 Prinston的校長是 Caul Shapiro Caul Shapiro也是經濟學家 我說你看這些經濟學家 我就大概序字這樣寫 讓那個 理工的大老能夠稍微介紹我一下 他在我那個序裡頭加了一個 就是insert 就是加一句話 我不是說優秀的經濟學家 也能夠在各個領域為所發揮 他加了一句 優秀的經濟學家 也不亞於理工學者 而能夠在各個領域 你不覺得這個有一點歧視嗎 就是說我們經濟學家 人文社會學者 好像要到優秀了以後才不亞於 我們如果不優秀 他一定亞於的 所以這是 然後我就去跟他講 我說這樣寫對你不好 這樣寫有歧視的意思 他連有歧視的意思 他都沒有感覺到 他比如說是一個自然的answer 後來還是因為我畫的把它刪掉 所以現在在文章上看不到 在序上面看不到 這樣子的理工和人文的區分 其實是有一點奇怪的 如果你去看science這個字 原本的拉丁文的背景是scientia 他所描述的只不過是 是系統性 經過整理系統性能夠被檢證的知識 就是能夠被檢證的系統性知識 通通是science 所以系統性而能夠被檢證的東西 非常非常多 不見得是地球啦天文啦等等 很多人文社會的事情 其實也是系統性的知識 很多部分也能夠被檢證 接下來就回到台灣的特殊情況 為什麼台灣有一種理工和人文 這麼大的一個差距 甚至有一點點理工沙古人主義 某些人有這樣的理工沙古人主義 可能是跟我們的背景是有關係的 如果你從中華文化的背景來看 我們接觸西方的知識 一個分水嶺 大概是五四運動 五四運動有兩個指標 一個叫做德先生 一個叫做賽先生 Science and Democracy 但是德先生 如果就是民主了 我們的華人接受民主了 大概如果你用解言做指標 那要到1987年 從1915年到1987年 其實花了七十幾年的時間 我們的華人 並不是那麼接受Democracy 但是我們在列強的欺負之下 非常希望富國強兵 這樣富國強兵的期待 其實對於科技呀工業 也是有非常強的意願的 所以我是覺得那是一個背景 那樣一個大背景之下 會使得很多的優秀人才 因為富國強兵的期待 他就投入了理工啊 建設啊等等方向 所以確實有很多的人才 甚至是大量的人才 是往理工方向去走的 我當年高中的時候 那個在建東社會科學組 那個時候去念社會科學 大部分好像是數學不好才去念 那個時候 那我們有時候自己在嘲笑說 門口前導演 那個銅樓四班 就是四個班級的人文社會 大部分不是喬生 就是橄欖球隊 好像不太念書才會去念人文社會 確實有那樣的背景 就是有一個富國強兵期待的背景 要人才大部分去走去理工 那臺灣早年的背景 大部分人才去念一 那數學不好的才跑到建東的人文社會班 這樣的背景就是彼此加強 彼此加強 就會變得 就會對今天的形勢 其實是有所影響的 但是即使如此 如果你去平行天氣問一問 人文社會對臺灣過去五六十年 有什麼樣的貢獻 它會有貢獻 它是有些貢獻的 那我們等一下再去描述它 我們都知道人文社會 很多的領域沒有一套的標準 它有學派、學門等等 但是這樣子不同的學派、學門 不能夠作為合理化 自己跟別人不同的所有的藉口 很多人文社會的學者 拍一天文章被reject 就是說因為那個人學派共同 所以他被turn down 他永遠說他不同我的東西 他學派共同 我如果深等被捕獻了 那個大伯跟我學派共同 如果長此以往 你就很難說服別人 說你這個領域 適用你的criterion 我們每一個人文社會 確實跟理工不同 它確實有學派 但是總分得出好壞 總分得出好壞 你不能說因為我不同 所以我就分不出好壞 所以你把不同有學派 就把他合理化所有種種 不一樣的待遇 甚至期待理工學者 容許包容你不一樣的待遇 九二九四你就很難得到 理工學者的尊敬 我在校園會有一年 有個日文系的學者 好像五六年 這只有一個薄薄的文章 我們也說 直不重要 量重 重不量 但是你不能夠說日文就是這樣子 日文領域就這麼難 我們這麼多年就只能這一點點 你不能這樣講 你可以說這邊文版有多了不起 多重要 就這麼短短的東西 但是它非常重要 這我可以解釋 但是你不能夠說我們就是這樣子 我們這個中文啊 日文啊 我們就只能夠一年寫一頁 比如說 這個不通的 因為久而久之的話 你就會讓 理工的人對人文有一些誤解 我記得誰講的這句話 就是說 reputation is something we earn not something we claim 這個是我期待 人文社會學者 自己要去檢討 你不能老在claim 你有如何如何的不同 那你的不同要對別人接受 所以你要對別人recognize 所以有一些努力是我們該去做的 那我剛剛講了說 在這個富國場面的背景下 蠻多人就不太能夠體會 人文社會的重要 但是這其實是一個重要的事情 張東謀先生最近接受訪問 他說他呢 他說要成為一個leader 就是剛才講的 李前校長也講的 他說作為一個leader 一個學校培養leader 最重要的就是humanities 就是人文社會 如果你去美國長生成名校去看 他們的大一的心聲 最痛苦最重的 不管是什麼背景 最痛苦最重的一門課 要不然就是哲學 要不然就是歷史 要不然就是文學 而且那是大塊頭的文學 那個文學的課是重的 王德威教授跟我講 說他在哈佛叫大一的公事 那個文學幾乎是一個禮拜看一本書 一個禮拜看一本書 那這麼重的負擔 連擊下來 其實是對於他的平衡培養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張東謀先生自己說 他這一人生所有的學校教育裡頭 最珍貴的就是他哈佛一年的大一的課程 所以這是一個非常非常珍貴的經驗 那就像是剛才蔣部長 或者是李主委或李前校長說的 人文教育大概是培養領導人所必須的 所以張東謀非常強調 非常希望在理工的背景的訓練之前 有一個很好的人文的訓練 從另外一表來看 Robert Hutchins 就是美國公事教練大師 以前是在科大學校的 他也有一些不同的觀察 很好的觀察 他說在一個科學時代 科學的一個最重要的特詞就是分工 所以很多的領域就越做越乘 越做越洗 越窄和細有它好處 越窄越細你就能夠專注 專注最容易有所突破 但是人文社會是比較不容易分工的 而且最重要的是我們這個社會 不能夠老在你們分工 所以他說社會 你如果算專業 總有七天八百個專業 但是每一個人如果太著重自己的專業 你就看社會有離心力 那人文是什麼呢? 人文是對人的了解 對人的了解正是彌補那個離心力 所非常需要的事情 所以人為什麼需要去學人文? 因為在一個分工綿密複雜的社會裡頭 你如果每個人都只有專業 你就只有離心力 那你要跟這個社會融合在一起 你就必須要了解別人 那個必須要了解別人 就是一個人文的培養 而且不只是人文的培養 就是我們對於社會 除了了解各種之外 你要了解對面那個人的詳情 他的思考是什麼? 你除了這樣之外 你還要了解人的群體 什麼是人的群體呢? 市場啦、社會啦、證交稅啦 證交稅為什麼會被罵? 情不情的通? 這不是對個人的了解 而是你要對那個市場有所了解 你要對那個法治運作有所了解 所以你既要了解個人 你也要了解人的組成 那就是社會 你了解人 as an individual as a group 這些方面多了解之後 你就會增加社會的向心力 這個社會才運作得好 這是人文社會 對於各個專業 各個專業 是它重要的地方 如果有一個法官 我們不了解社會 他只了解他的法律專業 他叫做恐怖法官 如果有一個人文的學者 他對社會也不了解 我們把它叫中樓怪人 而如果有科學的人 他對人文社會不了解 他就是科學怪人 不管是恐龍 或者是科學怪人 或者是中國怪人 他都是不完整的人 所以我們所有的教育 不可能期待完美 但是最少最少 我們希望我們訓練的學生 能夠完整 能夠complete 不可能是perfect 但一定要期待complete 那張中樓自己前幾天也說 他說 蕭邦讓他的人完整 他說如果沒有蕭邦 他覺得 他如果有幾天 不能錄清蕭邦的音樂 他覺得他是不完整 所以音樂 那樣子一個情況 這是他自己用的字 讓它完整 音樂不可能讓人完美 哪一個學科都不能讓人完美 但是我們希望人文和科學 都能夠在我們的教育環節中間 能夠進入我們 那會讓我們更完整 除了不同領域的交流 能夠讓我們完整之外 其實人文社會和科學之間 有很多複補的事情 我就舉一來的例子來看 念科學的人 或者念生命科學的人 你就非常容易想像 絕大多數 比如說昆蟲 絕大多數生物 它的死亡率 是隨著年齡而上升的 所以昆蟲的年齡放在橫軸 它的死亡率放在重軸 你會發現它是一個抵爭曲線 年齡越大 死亡率越高 但是只有人類等等 徒乳類是例外 你看人類的死亡率 是一個優質性的 就是嬰兒死亡率很高 老人家死亡率很高 中間的死亡率是最低的 所以生命科學者 花了非常多的時間 緬化生物學的人 花了非常多的時間 都不太能夠解釋 為什麼昆蟲的死亡率 是逆爭曲線 但是人類的死亡率 或者哺乳類的死亡率 都是優質性的曲線 這個防守 是經濟學家方面解決的 大致的說來是這樣的 就是說 哺乳類 它的特性就是 父母親要把很多的Energy 給子女 如果你要把很多的Energy 給子女的話 這個子女如果有一個壞的基因 會死掉 那最好早點發生 你最不希望見到的情形 就是你投資了子女二十年 然後她不小心死掉 這不是很浪費嗎 這是非常不符合經濟效率的 演化就在追求效率 所以你如果想到所有的苦乳類 它都是由父母親要給子女Energy 那這種給子女Energy的情態 跟演化的共存 只能夠發生在 要死找死這件事情上面 那就是為什麼 嬰兒的死亡率會比較高 這個文章是發表的PMAS 絕對不是胡說的 第二個可能例子是 生命科學者如何去幫助語言學家 在大概是2017年的Nature原篇文章 有一些生命科學者把南島 就是泰米亞島許多島嶼的原住民的 大腸感菌去分析它的基因變異情況 所以你把同島嶼之間居民的 大腸感菌的變異 你就畫一個Bifurcation Tree 就是一個分支的圖物 你就可以拿這個Bifurcation Tree 去跟這不同南島之間的 語言的變化的Bifurcation Tree 因為語言有個變化 就是有一種音 到了另外一個島以後 會變成不同的音 所以語言的Bifurcation Tree 如果和大腸感菌的Bifurcation Tree 是相通的 你大概就可以驗證 那個語言散佈的情況 和南島民族遷徙的歷史 各位知道有個差別的話 所以生命科學家 用他們獨特的Mutation 基因不變的Bifurcation Tree 去驗證語言學 或者是歷史遷徙的情況 這是很好玩的事情 如果不是說 各位家可能很多 南島於西的演變的理論 它不是這麼百分之百的確定 我自己最近也得到一些啟示 我在研究台灣的 智慧財產權的佈局 那智慧財產權的佈局 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 就是我們的很多公司 高科技公司 在一天晚上被人家到 到了以後 洞洞可以幾百萬幾千萬 幾百萬幾千萬 非常慘 所以就要想 該怎麼佈局 那有些人一共講說 說 半導體啊 在外面有三十六萬個專利 因為它專利這麼多 所以你不可能 不踏到別人的專利 所以你踏到別人的專利 是必然的 那又因為專利這麼多 所以你不可能 在專利佈局上 大獲全勝 除非你把三十六萬個 全部擺平 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怎麼辦呢 你就要想想 該面對這種 戰爭不可避免 又不容易打贏戰爭的情況 你該怎麼佈局 所以我就跑去看看 歷史上 戰爭不可避免 但是又必須打贏戰爭 但是怎麼會打 終於看到原從化 原從化要保護的 就是三海關 三海關是重鎮 所以我們保護的是 我們高科技的產業 但是原從化的戰術 戰略 並不是在三海關之外 建多高的城牆 多偉大的防禦公司 而是在三海關之外 兩百里 遍色據點 大林河 小林河 寧遠 等等 遍色據點 它的目的是 要讓那個女真 如果要去進犯三海關 她的進出路線上 不得不碰到這些據點 所以你要侵犯我們的高科技 你要去做戰爭布局 可能一個最好的辦法 就是建很多據點地雷 讓她進退之間 不得不或者是很難避免 不碰到你的地雷 大致來講 我要說服了經濟部長 科技政委等等 所以我的想法從哪裡來 我的想法是歷史學上來的 所以歷史學 其實會有一些奇奇怪怪的想法 會影響到高科技產業的過去 不就舉個這三個例子 一個是Bipulation Tree 大腸改進 一個是經濟學家如何幫 演化生物學去解決一些Puzzle 另外一個是歷史學家 如何幫我們的高科技產業 去做智慧財產業的過去 那因此我想要講的就是說 人文社會和科技 它不但是構築一個有向心力社會所必需 它即使在學問的發展上面 也是有不為不充的 最後再談到這個 人文社會的另一點貢獻 蔣部長剛剛說要不計一切代價 去發展文文 那還是要計點代價了 但是我講一兩個例子呢 就可以從另一個角度了解這個人文社會 它的值得珍惜的地方 在英國十幾年 1958年 1958年 當時的總統是蔣介石 在專案院院院士會議的時候 致詞 他說專案院 不是院士會議 是專案院副院 他說專案院要擔負其 復興民族文化的兼具任務 配合當局早日完成的反攻抗惡使命 這是標準的復國長兵論 這是那個時候的復國長兵論 那中央院院院長是胡適 他接下來就 致詞的時候 他就說總統你錯了 這五個字啊 總統你錯了這五個字 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 你想想看那是1958年 那弄不好 脫去就槍斃掉了 還有一個經驗呢 是 傅斯年 當年在白色總部的時候 傅斯年跟警備總部的副總司令 彭孟希說 如果有學生留學 我就跟你拼命 你也要想像 一個跟警備副總司令講這種話 也有可能脫出去就不見了 所以一個人文社會學者 我為什麼 我不會把那個 胡適之講的話 和傅斯年講的話 把它描述為有種 你要簡單的說他們講有種 但是我不覺得這樣子 我覺得是他們對於人 和人的價值 和人在社會中的理念地位 有深刻的體會 你才會講出這樣的句子 你才會講出這樣的話 這不是一個有種所能夠描述的 所以我們期待的是 這個人文社會的訓練 在中央大學這樣的一個 原來是理工科系居多的 這樣一個環境 它是應該有這樣的期待 和發展的願景 其實中央大學在台副校五十週年 我比較有印象的是 最近的十五年 我坦白說呢 台灣的各個大學裡頭 在最近十五年進步最多的 就是中央大學 這是看得到的 這是看得到的 很多已經著名的大學 包括我自己的台大啦 成大啦 清大 我覺得它進步 都沒有像中央大學不明顯 中央大學的進步 它呈現在 在若干的專注的領域 天文啦 地球科學啦等等 數位教育 數位學習 它找到了若干非常關鍵 而且能夠著力的領域 它專注去發展 這方面就慢慢慢慢發展出一個領導的地位 到了今天 你們的科系和學院都已經相當平衡了 你們唯一沒有的就是醫學院 但也不見得一定要有 理工和埃層等都已經擺不平了 如果理工一的話 架起來的話就三家分進 那個天下大亂 但是沒有醫學院沒有關係 不影響它的領域平整 領域完整 在這樣的一個情況之下 我自己是覺得中央大學已經有了這個 真正的去實質地談 比工和人文平衡的客觀環境 有了這個客觀環境 就要有一個正確的認識和完整的計劃 這樣就能夠讓中央大學在下一個五十年 在在台副校的下一個五十年 真正真正邁向國人所期盼 和國人所景仰的一流大學 這不是客氣化 而是真正的一個期待 非常謝謝中央大學能夠 找我來講一點點我自己的潛見 謝謝大家 祝大家身體